原来大家的印象当中 韩国的饮食就是泡菜 就是海鲜煎饼 好像没有什么 不过随着它们文化向外的渗透 大家开始逐渐知道 韩国其实也有其他的很多美味料理 像是今天要介绍的这一道 什么春川 什么辣鸡 就是其中一道 到底这鸡肉如何配合韩式的一些调味酱料 能够把它炒出特殊的风味呢 来 不要只哈韩 只看韩剧 我们一起来做做韩国料理 制作这一道春川辣炒鸡所需要的食材 有鸡腿一直拌 洋葱二分之一个 高丽菜树片 青葱两根 红萝卜一段 面糕八个 蒜苗一根 起司丝适量 辣酱的部分则有 姜末一小匙 蒜末两小匙 碎芝麻两大匙 韩式辣酱四小匙 糖两小匙 酱油一小匙 酒四大匙 香油两大匙 以及韩式辣椒粉二分之一小匙 名字吧 蒜末你好 你们又要做韩式的餐饮是吗 没有啦 是吗 会有一些元素在我们餐厅里面 对 像一些搭配这些调味料 好 今天的材料好像也跟这个韩式泡菜一样 对 差不多 琳琳满目 对 非常丰富 对 那我们先来调这个酱 因为我们等一下要用这个酱 好 都需要一些什么东西 对 这是韩式辣酱 对 这是红色的盒子 对 一盒 对不对 不可少的 对 我们吃那个什么石锅拌饭啦 什么什么东西的 里面都有这个碗烟 OK 好 他们也是这个盛产很多的辣椒 但是辣椒用不完没办法 只有把它做成一些副产品 就是白芝麻 再加它的香气 这个白芝麻我看它还不完整 捣碎过 对 它的香气才会冲出来 然后酱油 OK 这是普通的酱油 对 普通的酱油就可以了 好 吃掉了酱油 然后 还有什么 等于是我们这边的东西都要下来 都要陆续下进来 对 我们把它下来 好 有点点姜末 姜末 蒜末 蒜末 对 对不对 姜末 蒜末 嗯哼 加进来了 把这两个稍微的搅均匀 对 好 有一个粗的辣椒粉 对 还有一个细的辣椒粉 细的辣椒粉 对不对 应该是带香气 应该是带辣味 对 那一个就是让它粗的 还有它的颜色可以让它更 是 更红一点 OK 吃进去 烟过泡菜的人都知道 这两个东西 然后糖 酒 香油 对 这个下来 我还以为你这些东西是未来这个 下下糖 对不对 对 我还以为这东西待会做菜的时候 陆续下进来 没有 我们就把这个酱料 酒 对 把它做起来了 我们人家的好操作 酒还不要全下适量 慢慢来调整 对 慢慢调整一下 嗯嗯嗯嗯 好 酒 还不是干杯 是 是不是 还是要 嗯 酒量好的一口下去了 酒量不好就是分次来 好 香油最后下来 好 最后下的是香油 对 香油在韩国料里面也是不够或缺的一个东西 它们用很多香味的东西 对不对 好 这就是这个东西了 对 这是这个酱 放到旁边 来 来我们先把鸡肉稍微切一下 因为鸡肉待会需要稍微腌一腌 它在腌的过程当中 就必须要放到刚才的酱汁里面去 对 我们稍微把它片开一点 等一下在煮的时候 厚的地方稍微偏片开 对 然后再改刀 要把它切成这个鸡块形状 鸡条形状都可以 按照自己的喜好 对 人少就切鸡块 很多就切鸡条 每一个都有得分得到就好 对 好 鸡块 好 差不多这样子 是 来 适量 适量就好 差不多一匙左右就好了 好 只要外表沾裹到 对 味道能够慢慢渗进去 那你就好啊 对 好 好 差不多这样子 好 它看起来还有一点点干爽 不会说是这个盆子里面湿湿的 没有这样子 好 继续放一会儿 对不对 放一会儿 来 利用这个时间 我们把一些其他下锅的配料 都给它稍微整理一下 来整理一下 对 那当然这个就少不了这个洋葱 是 我们差不多用半颗洋葱的部分 然后再来红萝卜 洋葱 这你现在切的时候 大概都是大家曾经吃过韩式料当中 一定会看到 对 一定会看到一些配料 那这个红萝卜 我们就加一点颜色 也好看点 是是是 好 这样就够了 好 就好了 对 对 看到颜色就好了 是的 你可以了 高丽菜 高丽菜 做一个小材切 对 高丽菜如果大家这个便宜的话 你也可以多买一点 可以 多放一点 多放一点 葱的部分我们一样把它切 比这个粒还大一点点 好 对 Double粒 好 Double粒 Double粒 这是粒的两倍 是是是 然后蒜的部分 我们也一样斜切 等一下我们最后再要起过的时候 再来发 好 对 韩国人辛香料用的非常多 对 用的非常多 好 来 洗了 对不对 对 洗了 那这边也有个年糕的部分 记得一定要先把它泡软 在韩国年糕的部分 这边有透过这个热水在这边浸泡 让它从原来点口口 变得稍微有点点软化 对 好 你炒的时候是用香油炒还是用 香油好 香油 来 直接原汁原味好不好 我们就学礼光酥 是 炒春川辣鸡 春川辣鸡 好 把我们的鸡块全部平附在锅子里面 好 好 好 来 稍微转动锅面 让那个油能够到处跑来跑去 油来找鸡 不要鸡去找油 是 是 春川是个地名吗 地名 它那边几乎都是在卖这个 店几乎都在卖这个 可是因为 因为春川当地 养鸡事业比较 比较发达吗 也不是养鸡事业比较发达 你譬如说 在珠三角 广东有个地方叫做大梁鲜奶 因为大梁当地畜牧业很多 所以它就拿牛奶做成一些 各种不同的 北海道牛奶多 所以它又有牛奶旁 我知道你意思 对 可是它不是 它那边它就是一个地名 然后它就是每一家店 它都在卖这个东西 几乎每一家韩国料理店 或什么店它都卖 看来啊 今天您师傅带来的这个鸡还挺肥的 油没有加多少 是是是 炒的炒的 油没有少 反而还多了一点 对 好 你为什么要把它放到一半呢 因为等一下我们这一半 我们来炒这个洋葱跟这个 红萝卜 我们先让它鸡肉稍微熟一下 再炒这个其他的辛香料 你那个酱的确蛮好的 现在在锅子里面那个肉啊 外表透过那个酱的那个甜 都开始产生那种恰恰的效果了 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个火 就不要让它变焦了 是 因为它有它有腌酱的关系 焦了也不怕 反正待会儿这样的颜色深 就盖得过去 好 这样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来来来 洋葱 洋葱 波罗斯 下进来了 好 利用半个锅 我们来炒它了 等这个洋葱的香气出来以后 我们再加这个葱段 好 葱段 这个时候要下进来了 等一下 对 等这个洋葱的香气出来以后 对 好了 洋葱味道出来以后 我们可以把它和在一起 来 葱段 下来 光这样子看起来 这一锅的颜色就是很缤纷了 对 很好吃的样子 因为高丽菜会很早加吗 等 现在就要加 现在就要加高丽菜了 好 本来我还问林师傅 我说你是不是要调味 要加酱 或者是要加水 他说他先要下高丽菜 让高丽菜加热之后 看高丽菜能够产生多少的水分 高丽菜下以后这个我们刚才泡的那个 年糕 年糕也可以进来 下来了 对 这时候我们就把这个酱 我们左样子下 差不多先下个五大匙左右 是 哇 也差不多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等一下看不够再加 别冲动 是 就怕过头了 过头不行了 对 乍看这个颜色 我们中式是酱的颜色 它们是红的酱的颜色 红的 对 然后我们里面放的是五花肉 它们放的是这个鸡肉 对不对 它用五花肉的回锅肉 是 有一点 也是长相 有一点 对 需不需要水 不用 差不多了 不用 对 我可以再加一点这个酱 是 因为这个还是口味比较重的一个菜 是 好 我看你又带了这个起司丝 对 要下进来吗 要 因为 春酸炒鸡啊 这几年来它们比较 流行啊 起锅的时候 我们加一点起司丝下去 盖上锅盖 是 哦 让起司丝油在里面 对 等一下我们就整盘拉起来 它就漂亮 我们这些盖上锅盖 让它化一下 OK 透过里面的热气 我们就让这个乳酪能够化掉 对 起司丝 可以用比较 观众朋友可以用比较好的 起司丝也OK 风味更好 对 看一下 哇 这样子远远的看 还以为你在做披萨呢 是啊 对 在这边再画一下 好 再闷一下 再闷一下 然后最后的 还有一部分那个丝让它不成形 在韩国做这个菜的时候 它是一个铸铁锅 所以它炒完了这道菜以后 它把这个鸡肉吃完的时候 它会再把白饭放下去 再炒这个白饭 白饭搭配的这个里面 剩它的酱汁 对 那味道也很好 对 又很像锅巴的这个感觉 是 就是石锅嘛 对 有一点 石锅 OK 好 这个 OK了 它这个下面还是有很多酱 是 因为你的糕价还是有在生水嘛 对 还是有在生水 是 那等一下我再撒一点这个 蒜末 在这上面 是 来 很大一盘 漂亮 好 青蒜撒上来 对 一点青蒜的 刚才留那个芝麻 是不是现在要上来的 芝麻可以上 对不对 芝麻可以的 好 好 剩下的芝麻 对 韩国有很多料理 最后是杀芝麻 最后一定要做这个 好 杀芝麻 来 有没有韩剧的feel呢 上桌咯 春川辣炒鸡的制作大纲 首先我们将洋葱切成丝 红萝卜切成丝 高丽菜切成小片状 葱切成葱段 蒜苗切成斜片 年糕放入热水当中泡软备用 接着我们取一个容器 放入韩式辣酱 放入韩式辣酱 碎芝麻 酱油 姜末 蒜末 韩式辣椒粉 糖 酒 以及香油混合均匀 成为辣酱备用 然后将鸡腿切块 放入容器当中 加入适量的辣酱拌腌备用 接下来我们起锅烧热香油 放入鸡肉煎香 放入洋葱 胡萝卜丝 还有葱段拌炒 放入高丽菜片 年糕以及辣酱拌炒入味 起锅之前放入起司丝拌炒 盛盘之后撒上蒜苗 就可以完成今天这一道 春川辣炒鸡 对吧 来 享受辣鸡鱼 还要享受开心的效果 对不对 把它这样夹一个起来 然后顺着它这样往上走 可以拉到两层好不好 哇 擦炒鸡 哎呀 你说今年不发都难 真的 真的 哇 可以 你还说跟大家买什么好一点的那个 什么什么起司 你这起司还不好吗 这个这个还 如果还半层楼膏了 可能拉到四层楼了 是 是 来 看看它 腌过以后又煮了半天 这一个辣酱的风味 是不是就整个进去了 这个 到底在吃鸡 还是在吃蔬菜 应该讲说一半一半 它其实蔬菜的部分呢 最主要它是 它们就是压它这个辣味 所以蔬菜部分我觉得是看个人的 可是你没有把它调得非常辣吧 对 我没有调得非常辣 这个感觉 我个人觉得 如果你今天这个整盘 跟公保鸡丁一样 都是鸡 也没那么好吃 对 但是这里面呢 你看 我有搭这个高丽菜 那高丽菜 搭这个鸡肉 然后搭这个起司丝 或者青蒜 这些东西 一起放到嘴里 它所产生的那种综合性的味道 就已经很正点了 起司丝的部分 其实也还可以再多一点 那当然 让它更浓郁 你觉得这个酱汁啊 吃过来炒饭好吗 炒饭是OK的 因为我们这样子 你看我们这样子 因为拍摄的时间 所以你看它这个酱汁 已经慢慢在渗出来了 就一个红红的酱汁 往外渗 对 往外渗 可是这个酱汁啊 如果我们拿一个 例如说 拉面 拉面 外面有那种极动拉面 是 它很快就可以在水里边散开 如果把那个拉面进去 能拌一拌 可以 对啊 就是把它稍微热水烫一下 马上来拌一拌 就OK的 对 冬粉啦 或者什么这些东西 都可以 对吧 旁边的工作人员 刚刚看我们在现场 示范整个料理 看完以后呢 他就说 没想到这么一道经典的名菜 做起来还真的不难 最难呢 恐怕就是前面那个酱汁 酱的部分 只要你把所有的材料 全部备齐了 陆续的加进来 调匀 就OK了 把它做起来也许你可以 因为不炒鸡肉 我们换炒年糕 炒中卷 什么都OK 对 对 我们刚才里面 那个酱料啊 是 只要不放蒜 对 是不是就可以素食吃 可以 因为你有加姜泥 蒜 蒜末嘛 对 对 你把蒜末拿掉 其他的芝麻 辣椒 这些东西 素食就可以吃 对 可以 对不对 好 不要 只崇拜人家 自己在家里面 一样享受韩式料理 试试看 谢谢林之墓 谢谢 谢谢教哥 谢谢